网络安全风险随着数码科技的发展而加剧 加上商业经营模式改变 例如一些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供应商 也把云计算服务外包给第三方 政府决定修正网络安全法 扩大监管范围来应对新威胁 同时也修定对违规行为的惩处 国会已经三读通过网络安全修正法案 通讯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普杰利医生 在提出网络安全修正案二读时宣布 更多企业和机构将纳入法案监管范围 在修正案下拥有敏感资料 关系到国家安全 博房 外交等方面 容易遭网络攻击的网安特殊利益机构 将纳入网络安全局的监管范围 包括本地大学 大规模云计算服务供应商等 也被列为数码基础设施 如果遇上网安事件 这些机构必须向当局通报 此外 我国经常举办大型论坛 或对话会等重要国际活动 活动中使用的系统 也容易成为网络攻击目标 这些活动因此也会在 临时网安关注系统名义下 受当局监管 违规者在现有法令下 会受到刑事处罚 不过在新框架下 也可能面对民事惩处